大家好,我是Cassie 今天分享的是我婆婆的好手艺 是我先生思念母亲时就会想吃的一道料理 也是冬天必备的美食 纯姜汁的汤头,温补不燥热 它就是不加中药 也非常非常好吃的姜汁姜母鸭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咯 首先看到的是姜母鸭所需的基本食材 还要准备一个过滤用的纱布 姜大约需要两公斤左右 在这里买不到猪血糕 但我觉得这个树的猪血糕 放进姜汁中煮过之后 它的味道一样是非常的美味 再来是泡过水的香菇 然后是黑麻油 大约一杯左右 接着米酒准备一公升 因为最近都找不到翻鸭可以买 所以就只好到Costco去买了这只鸭 只是这种肉鸭它不经煮 差不多45分钟就已经很烂了 首先将姜和鸭子洗干净 然后将切小块备用 把切好的姜放进去果汁机当中 倒入米酒下去搅打 米酒 炸在一起 然后是可以放入冰箱 小块的皮 好 大约 记得 小块 水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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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打好的姜汁倒入纱布中过滤 要感谢我先生这一双强额有力的手 可以萃取出更多的姜汁酒 这个挤出来的姜汁酒 要重复去打剩下的姜 直到打完所有的姜 这个剩下的姜沫千万不要丢掉 把它拿来煮菜煮汤 尤其是煮鱼或鱼汤的时候更是美味 一直重复用姜汁酒去打这些姜 直到最后将全部的姜打完 这个是煮菜煮沾至几度 跟布酱波浴汁酸 浓稠 浓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全部的姜汁酒都挤出来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煮 炉火打开之后 先放入鸭肉 我原先是主张要先烫过 但先生说不用 说这个鸭不经煮 怕甜味会流失 没办法是为它而煮的 只好听它的 鸭肉放进来之后 然后将香菇也放进来 煮滚之后有一些浮沫 要将它捞起来倒掉 捞完浮沫之后 就可以将树的猪血糕放进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层浮油 可以将它捞起来 留着炒菜用 你看有这么大半碗的油 可以捞出来 捞完 捞完那些鸭油之后 现在来倒黑麻油 就将黑麻油直接淋在锅内 这个黑麻油因为没有爆炒过 所以这道料理它不会燥热 也不会上火 是冬天很好的温补料理 这道姜汁姜母鸭 我们没有加其他的配菜 就这样简单的几样食材 它可以将姜汁的美味 表露无遗 冬天来这么一碗暖乎乎的姜汤 真的是可以赶走寒意温暖心房 已经45分钟了 差不多我们就可以把火关了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姜汁姜母鸭 这道料理是全部的姜汁和全米酒做成的 虽然是全米酒 但是经过45分钟的熬煮 其实酒精几乎都挥发掉了 所以吃的时候 不会感觉有很浓的酒味跟醉意 当然最重要的 如果你要开车的话 还是不要吃这道菜 请记住酒后不开车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现在吃这个鸭肉 它已经非常的入味了 现在来喝这个姜母鸭汤 这个才是精华呀 哇 真的有够好喝的 来尝尝这个树的猪血糕 哇 真的好入味啊 这个树的猪血糕真的不酥 真的猪血糕 它真的很好吃 今天的姜汁姜母鸭就分享到这里 看完影片不要忘记帮我 订阅 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 再来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最新的影片哦 下支影片见 拜拜